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帮派联赛的九大冠军帮派 第一帮换成六连贯 折戟沉沙三连贯 其余都是一贯 2022年开始 官方对于帮派联赛进行了改革 并且加大了对于联赛的直播和宣传力度 在改革之后 联赛开始越来越受到PK玩家们的喜爱 热度也是越来越高 至今为止 已经结束了15届普通帮派联赛和一次年度赛 到底有哪些帮派曾经夺冠过呢 如风就给大家简单盘点下 1.第一帮换成六连贯 他们从未取得冠军以外的成绩 在帮派联赛领域 阳光城换成帮派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 在2022年的梦幻赛事嘉年华当中 星丁专门给取得年度冠军的换成颁发了奖杯 2.后起之秀西炸老街折体沉沙帮派 在今年拿下了三连贯的成绩 2023年 西炸老街区内的帮战高手们进行了整合 都来到了哲戟沉沙帮派 很快他们就在第九届联赛中夺冠 接下来又成功实现了三连贯 哲戟沉沙帮派的成员 大部分都来自浙江 经常线下烧烤 打篮球 聚餐也成为了他们帮派的特色 区内服战队指挥风浪 几乎每一次都会参加聚会 三 技术流巅峰逍遥永恒帮派 将帮派潜力发挥到极致 逍遥永恒帮派在硬剑不如对手的情况下 经常都能以弱胜强 周五杀术和周日夺棋 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 周日夺冠单人散开冲刺 更是他们的惯用战术 四 幻雪格拿下首官之后 目标剑指年度赛冠军 夫子庙幻雪格帮派 今年在全服招兵买马 引入了大量暴力三宫队 他们在第十四届联赛中夺得首官之后 更大的目标是要冲刺 今年的年度赛冠军 五 大明湖醉风弄云 与花台快意逍遥 东海劳山最后一战 绍兴剑湖武器狂龙殿 苏迪春小自由神殿 也都拿下一个联赛冠军 六 无冕之王巨翼山庄 因为和幻成帮派在同一届打联赛 导致他们至今还是零贯 但是对于巨翼山庄帮派的实力 玩家们都是非常认可的 2023年的帮派年度赛将从11月份开战 目前各个想要冲冠的帮派 已经在做最后的冲刺了 兄弟们 你们觉得是第一帮幻成继续统治年度赛 还是会产生新的年度赛冠军呢